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帽的卫衣 然后它的料子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硬挺一点的那一种 然后是有带一层比较厚一点加绒的款式 肚子前面呢是有这样子的口袋的 然后秋冬的时候比较冷的时候就可以把手伸进来抱着取暖 胸前就是OIY他们的大logo在这里 然后是黑色的有白色的描边 背面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有 还是比较的青春活力的那种感觉 最近的话呢我也不细讲了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一款紫色的一个卫衣 它也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然后这个衣服是我这段时间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出来的 我才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有分享过它 我也不确定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是一个没有带加用的款式 挺适合春秋的 就是没有那么冷的时候 这件真的蛮可爱的 你看它这个背面整个都是这种涂鸦的 然后是当时在一个韩代的店铺里面看到就一块买了 胸前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图案在这里 它是一个非常显白很称肤色的一个暗紫色 刚刚讲完暗紫色的 现在来讲一个这种亮紫色的 是这一个护卫衣的衣服 就是非常的可爱 上一次的新衣试穿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件 然后就是单纯看到这两个紫色 放在一起还挺特别的 所以就又拿出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我就不细讲了 这一件也是不带绒的 接下来分享的两件是小欧书自己的品牌 就是Riding Sign的 这次选了两个颜色的 都非常非常衬肤色 你们看这个荧光绿色 也是一个戴帽子的款式 然后料子整个模样 就是特别特别软的那一种 里面是有带一层绒的 整个穿上去还是比较暖和的 胸前的话是这种亮蓝色的 整个穿上去也是那种比较oversize的版型 然后还是蛮显瘦的一款 然后可以分享给你们的 然后另一件的话呢 比较喜欢的是它这个撞色 真的非常好看 它这个橄榄绿色 配上这个橙色真的很特别 比较喜欢的是这一件的背面 非常非常复古的一个图案 就是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电脑 而这一件相比上一件会比较薄一点 因为这一款就是不带绒的了 整个料子也是非常软 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分享的呢 是这一件是荒荒家的一个卫衣 这个我真是太喜欢了 最近穿的频率很高 像是前几天的Vlog什么的 我基本上都有连着好几天穿它 然后这件衣服上面全是毛毛 希望大家不要借 因为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 那个滚毛球的东西在哪里 好像在车上 这两天下暴雪 就是完全没有出门 一直宅在家里面 我很喜欢它是因为这件穿上去 真的是很复古 很美式的那种感觉 然后里面也是有带佳容的 接下来要分享这一件呢 就是这个Stone Island的这一件 这个是我大概9月份 10月份的某次开箱 应该有提到的一件 其实我有很多件 Stone Island的这个卫衣 然后有各种各样颜色 灰色的 白色的我都有买 但是这个蓝色真的很特别 平时真的很少能看他们出 这么亮的颜色的衣服 一贯的Stone Island的那个设计啊 就是只有袖口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他们这个标志 在这里是可以拆的 建议大家洗的时候把它拆下来 不然这个标还是会起球的 里面是有带一层 非常非常薄的佳容 最后要分享这一件呢 又是这个牌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也是带一层 这种比较厚一点的绒 整件衣服也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设计 就是胸口这里有一个 OIOI的logo在这里 背后就是领口下面 有一行印花logo在这里的 这个衣服它是free size的 就是没有码数选择的 只有一根码 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点 oversize的那种版型 这个真的是前年的圣诞 我去做圣诞树的那一期的 不知道我就有穿过它了 对然后挺分享给你们的 一直都忘记它了 然后赶紧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希望你的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记得要点赞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